这里是UUS 偶尔会有时候我特别不想来皮革这场 就像今天我真的不想来 但是没有新款了 所以只能来这边选一款 你们也帮忙看一下那些款式比较好 你们一般看上的款式都是包款 夏天到了所以皮革市场这边处了蛮多这种牛仔短裤 今年拓展的直播这个渠道以后 对款式的种类要求更多 虽然我现在直播是属于起步的阶段 做的真的不怎么样 非常非常一般 但是如果你没有新款就没法播 因为S跟沙盒这边已经挑着没法再挑了 感觉没有什么款式能挑了 过一段时间去13号那边看一下吧 白马那边我这边也选了一些 但是毕竟白马它的年龄段是稍微成熟一点的 我的客群大部分的年龄都是在18到30岁这个年龄段的多 你们也可以跟着镜头帮忙看一下有哪些好看的 棉的这种T恤 其实过了五一之后一般都走不了多少了 你们不要说五一它是真正的夏天 但是过了五一之后每年都是这个样子 它走不了多少 一般热起来人们都不喜欢穿这种棉的 棉的话它会比较热 五一过后主要卖的内幕一个是领衣裙 还有一个是雪纺衫 就是薄一点的那种 蕾子衫也是可以的 这两个内幕是非常好走的 可以卖完整个夏天 牛仔长库面料稍微厚一点那种 你们要赶紧收 除非你是那种冰丝的薄薄的那种牛仔长库 可以夏天的时候买 他们家款式比较独特 但是质量的话也有好也有差的 重工的这一家 它的这些衣服是很贵的 零售价夏天的都是三四百块钱一件 UAS这边的零售价一般都是很贵 白马红棉那边也是 如果说你特别喜欢这个款式 那肯定是觉得非常值得 还有就是服装的一些同行过来买版 买版就要看你怎么看待的 有些版真的是很贵 像红棉那边 但是如果说这个版回去能要你这万 十几万或者是几十万 那肯定也值了 你这样看的话那就没有问题 如果你们要追求性价比 就在沙河那边 沙河那边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UAS这边整体来说三楼四楼的衣服会比较贵一点点 像那种很简单的一件T恤的话 你有时候打包价都是要一百多 那是很正常的 三楼四楼整体来说款式更组成一点 一楼二楼这边有很多档口四十三楼那边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芬营